好 大家還記得之前我們學過這個 Angle 即是Center Twight Angle 即是Circumference 這個Angle 即是Center 這個Angle 即是Circumference 無論我們怎樣移動 我們都會看到有個量負關係 但我們可以這樣想 如果我們不理這個Angle 即是Center 我們單純看這個Angle 即是Circumference 我們會看到其實這裡無論怎樣移動 它都是50點 4-5度 可以嗎 所以我們引伸另一個定理 就是如果它當這裡兩隻腳站著 這個是它的佔地的額 這個Angle 無論在這裡怎樣移動 各個角度都會一樣大小 但我要再澄清一點 這個點移動的位置 一定是在這個位置至這個位置之間 下去這些是不行的 在上面才不行的 在上面即是說 現在打了黃色陰影的地方 而黃色陰影的地方 我們英文就稱它為 segment 所以我們的括號 就會叫它做 angle at the same segment 在同一個公形 中文叫公形 在同一個公形裡面的角 大家都是會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講的了 差勁 然後有什麼 是麻煩 這算怎麼說